我非常感谢 我看了一个新闻 我们有在国安人机和平发电厂 我们现在我们是在学生 也在一个很理想 也在一个高人 因为在岳大学院 我们在电厂 还在一个电厂 我们还在回馈金 我们在岳大学间 在岳大学间和岳大学间 我们在岳大学间 看在渡量公司, 一定要有点多金贵 要 hết, 我们都您知道 我们从现在上有机会 并显然可以在渡量的房子里 现在我们从来都不掉 欸,我们这时候 我们就有品特别人 我认算, 如果我们的失去 但是需要的准备 但是要求在地区中能量 和平水药 我们可以尝试 所以我们有一个物浪漫式 我忘了你再加上手奈 6、4、10年 2800多万里面 1500万给我们南澳乡 1300万是给 县政府去分配三个乡证 这样是公平吗 回馈机制那是后面的事情 前制作要不含燃烧灰气物 这个议题还没结束 垃圾 如果真的从花莲酱运过去 运到我们和平 请问这个运送的过程 你们有什么措施 你垃圾送到和平场 你到底是盾堆 还是直接丢到那个地方去 有关于台湾和平电厂 在我们建设区 和林郭建设区 南澳国秀和秀林国秀 有关我比较和三个乡证 现在比较和迅速去 十六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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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去运好人的生产生 波付的这个比例 是按照前一年的售电收入 百分之一作为回贵基金 当时定下来的比例是 花莲县政府是百分之二十 那秀林乡公所百分之四十二 花莲区余会百分之十七 宜兰县政府百分之十五 那装案型的回贵金应用是百分之六 在一百零六年度呢 总共波付一亿八千一百三十九点一万元 回贵金是得来不易啦 那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的两个乡 都能够秉持一个 合理这个分配的原则 让我们的村民都能够真正受贵 将来的燃烧废弃物 但目前还是在 还没有达成共识 所以我是建议 花莲县政府呢 一定要跟我们村民做好沟通 我叫스트的 沟通 同一ITH 胡乡 跟新蒙 如果你的金牌就知道你居然是在保护的瓦